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何仙仙的另外一个斗内 她说恭喜小牛回到了国民党 也祝顺利拿下立委的席次加油 非常感谢何仙仙的斗内 等一下我们刚好就会来聊到这一段 不过再耐心等我们一下下 那当然这个我们刚提到的曹新成的这个 那徐晓星的回应 不过当然这个雨萱最近我想要问这一块就是 最近蓝营的青壮派都很恐慌 那这很恐慌是据传他们有听到 党内到底有没有想要没收初选 所以大家才各自全部出来一一的开炮一一的表态 那更听说党中央还传出说初选是最不得已的选择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现在是有两派势力在国民党内部拉扯 因为你说青壮派为数重不重多 当然也重多 但是说基本上还是有许多既得利益者 卡在现存的位置上 你说从议员到立委到各个机关处 基本上对他们来讲能够维持现况 就是说避免掉初选这个环节 当然对他们是好的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风声跟所谓的争辩 但你说这是不是定调 我很肯定讲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定调 也不是说党中央他目前就倾向往这个方向去做 这只是有人刻意希望操作起来的一个风向 所以我们回归来讲 就像我先前讲过很多次 我认为说其实因为国民党现在一直喊出世代交替 世代交替这个名词 可是应该回归到核心 应该就能者居之吧 能者居之是什么意思 你有能耐的 能够打仗的 能够上前线的 有战功的 就让他出现了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 因为对于选民来讲 基本上也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投票准则来去投票 所以说当说今天许晓信也好 张思刚也好 或者说游淑会也好 三个人纷纷喊出说 友谊要更上一层楼角逐立委的时候 你只去观察那个民意的所有的反应 其实是超过九成的兰英知识者 都支持这样子一个论调 所以你这时候你就反过头来问 好那到底是哪些人在反对 你只去看那些反对的人 我就不点名了 基本上要嘛选区有冲突 要嘛就是七老八十的 都已经每个都可以堪称拜登了 那种等级的人 那种等级的人 那种年龄的人 在利益冲突之下 才会出来放话嘛 才会说什么争权夺利嘛 说什么如何如何去抨击这个许晓信相关的论调嘛 那我必须讲 许晓信所谓的见神杀神佛党杀佛 什么意思 你要仔细去回顾他整起的原文 他的意思并不是对于党内任何的纠纷 或者是在争取初选这个环节 他的意思是在于担任立委这个职位 未来面对执政党 该要如何去做 但你说把这件事扭曲操作成说 哇要这个对老前辈动刀动枪 见神杀神见佛杀佛 不好意思 老前辈或许年纪真的老到可以成神成佛了 只是指的指色对象完全不是这样嘛 那是党内有心人是刻意去操作这样的话题跟氛围嘛 所以我回头要讲 你今天讲到说初选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办 你这是国民党要去给所有全台湾泛滥支持者 回应一个期待的问题 今天2022大胜 有人会说是因为党中央指正得当 党中央分配得当 党中央这个运筹为祸吗 没有人会这样认为 大家会说第一功臣战将是谁 是王文威好不好 王文威已经进立法院了 再来是谁 徐晓鑫 再来是谁 游淑慧 再来是谁 张思钢 都讲到这些人嘛 那现在就是在2022打下战功的这些优秀人才 说我有意要更上一层楼 那就叫什么 能者举止当之无愧嘛 反过头来也不需要问一件事情 今天在国民党内一些纷纷扰扰 老一辈的 在那边讲说要敬老尊贤 在那边讲说这个年轻人如何如何 用辈分去压 甚至是操作一些风向 去攻击这些新人的同时 我就问一句话 2022年 请问这场选举当中 他们对国民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对民进党做出什么样的监督 做出什么样的抨击 我现在完全数不出来嘛 所以这个现象很诡异啊 讲到这些我就有点生气 为什么 一选举前的时候 都是这些年轻人在前面喊打喊杀 然后这些老一辈的 完全没有半点贡献 也没有半点声量 就等到选后呢 声音最大声音最多 甚至还有人这样 跳出来也要想要抢这个补选 那当然最后面顺利的米平了 可是我就回个问 国民党如果现存 还是维持这种备份文化 宫廷文化 降纲文化的话 而是没有办法让真正的新人 背出的话 那未来 国民党2024我讲 也不用玩了啦 你不用讲说民进党现在陷入所谓的什么 蔡赖之争 然后内斗分分平平 国民党如果连 这么基本选民的期待 就一个简单字 初选 半初选就是让有能力的人出来 尊重选民意愿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然后还要玩那种老路数 分配那套游戏 甚至是不分区名单 都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 你到时候不分区名单提出来的样子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是说照样给这种派系酬庸 还是说如同我们先前讲 契隆界已经喊了几次要进部分去了 为什么always没有他嘛 对不对在这个前提之下 国民党要做给人家看的 是不是世代交替 而是能不能真正的回应 选民的期待 最近不是说这个甚至有一些泛兰或偏兰 中间选民把这支持度转而去 民众党这边 因为他们认为2024的表态上面 第一个总统候选人都还在和后做待机 很多人不好好表态 然后你认为这个也是其一吗 就是不赶快公布到会不会有初选结果 我倒觉得说总统人选的时程 就现阶段来讲 并不急于公布啦 并不急于公布 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声浪 说应该尽快要就出来选啊 你去看那些放话的人 要嘛是反串 就是说明清党 要嘛自己想要选 要嘛就是别有企图 所以多半都是这三者 而不是说真正基于说 是不是赛党能够提出一个优秀人选和考量 在就时程上面做一个安排 因为江塔本来现在也早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侯友宜立刻宣布也早了 因为第一个 2022才刚选完 他才刚就任市长 两个月不到吧 两三个月吧 对不对 新任这个任期 两三个月不到吧 你立刻要他说 要去选总统 这完全完全就是在挖根给他掉 再第二个 侯友宜是不是定于一尊 现在也有变数嘛 现在也有变数嘛 不知道郭台铭跟这个王金平 现在在这个 这个年后 也要在全台湾各地所谓的 请义拜会之旅嘛 他两边身边甚至是有 会谈过这件事情 那根据我理解这两个大咖 其实讲一个内幕 这两个大咖 其实有一个共识 没有人要当副的 谈过这件事情 反正他们有个默契 今天郭出来 侯就不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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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 都还没有定调一个前提之下 你硬要去说把 厚厚做事情 到底问他还有没有要做事情 还是要厚厚酸总统 这个很难 很难在现阶段这个时间点 立刻去得到一个答案 你反过来 你去看民进党好了 难道你去问赖金德说 赖金德 请问你现在 有没有要宣布说 你直接就要参选2024的总统 他也 民进党现在更为确定啊 理论上应该 要更定于一尊啊 但是连这样的时程 布局规划 都还没有出来 我相信国民党的时程 最后一定是会挽云民进党 一定是先等到看 陈建仁是不是闹到赖金德 这个 这个 演不下去 还是说呢 赖金德真的能够顺利出现 在这种前提之下 先判断完之后 按照不同的对战组合 国民党内部才会 开始去讨论到说 究竟是郭还是侯 甚至是另有其人 还有副手 该去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 现在去操作 或讨论这件事情 都是要为之过早 没错 我们感谢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刚刚的抖内 感谢何仙仙的抖内 他说这是一个最棒的 互动式政论节目 也感谢月香的抖内 他要抖给小牛议员 他说恭喜小牛 也感谢乌确的抖内 他说他在忙只能用听的 他叫我不要闹 不要讲什么选霸话 我可是PTT上面认证的 台语之神好吗 就Google一下 感谢我们Diana留的抖内 他说抖给我压压惊 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送暖 但是这个刚刚真的是一个 不知道一时不察 昨天讲出的这种台湾国语 真的是要回去再检讨一下 我要问一下杨明哥 港湖区真的会出现 所谓的女力战国时代吗 当然尤淑会现在出来表态了 据传这个时代力量的王婉玉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担心 这一次的政党票 会不会实力也许会团灭 或怎么样 所以他也可能有暗示说 港湖区就有点起心动念 那李彦秀这一届 他也在这个市议员里面是全市的第一高票 那会不会出来选 还有包含黄珊珊 当然大家也很关注 他的后续的动态 会回到他的老本这个本命区的港湖 还是你要跑去中正万华呢 甚至无心带 那当然还加上高嘉瑜本人吗 所以真的会出现 女力的战国时代啊 我先补充一下前面这个 曹新城跟徐曹新这个互动 那这个就是徐曹新他 为什么能够在国民党里面 杀出一条蓝海 杀出这个他的这个 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曝光率的原因 就是只要今天跟他有关的议题 今天曹新城自己点名徐曹新 那所以他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那马上去看他这个放弃证明的 这个内文 你就是今年一月才拿到这份证明吗 那所以去年你有一段时间是双重国籍 那双重国籍之前你是新加坡人 好这是就是说我们按照逻辑来讲 其实我觉得曹总在这件事情上面 去争执很不治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 背离过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啊 然后呢去年莫名其妙跑回来说 我老是有钱我爱台湾 然后我要把钱砸下去抗中保台 不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没有说服力 因为你曾经背离过这个国家 然后呢现在你 然后他那时候秀出中华民国身份证 他记者会是秀出中华民国身份证 结果现在发现哇你新加坡国籍 是到今年初才放弃完成 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有一段程序 但你难道不能 如果今天你难道不能超前部署吗 你不能先把新加坡国籍 放弃再来申请吗 再回来喊话吗 对啊而且你看他很明显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对他有多么礼遇 很快速的就给他这样的身份证 更何况我们不要忘了 就算他今天那个选爸爸够不成 就是说这个他用双重国籍说 他还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 可是一样就是这样的人 可以来干预我们的选举 如果未来有类似 就是说有其他国家 一样我们一样是中华民国 这个曾经是我们的国民 或者说他父母 因为我们的这个国籍法规定 只要他的父母是中华民国国民 他就随时可以回复 我们中华民国国籍 这是我们为什么这个双重国籍 会允许在中华民国发生 而这样的现象如果发生在一些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类死板民夫这样的案例 当然死板民夫他没有办法 比如说假设他的爸爸是中华民国 我们国籍他让他移民到美国去 他的太太假设是中国大陆的国籍 然后他是一个第二代 结果他用这样的方式回来 然后进行一些所谓的 破坏台湾民主等等的这些行为 那难道我们的国家 这不会影响到国安吗 所以我说像曹新成董事长 当然他有钱 我们就不管他30亿怎么捐 可是今天你一个上市对下市 你完全中了徐曹新的陷阱 你让徐曹新在他争取立委提名的路上 推了帮了徐曹新一把 这是我第一个分析的部分 那港湖的部分 过去港湖从议员来讲 比较这个你从高嘉瑜黄珊珊 然后呢这个过去 除了这个蔡振元第一届第二届 就是这个单一选区过后 第七届第八届立委 是蔡振元委员 然后到了第九届以后 就都是女性啊李燕秀啊 对不对 然后呢不要忘记那样 雀梅莎 对那像民进党这个高嘉瑜 这个现在也交棒了嘛 那现在他们也都有这个 什么和梦化啊等等的 女性在港湖区被接受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区块的这个 这个因为是属于台北市 比较晚期开发的 他的年轻选民的比例 其实也相对高 那就是说里面有蛮多是这个 后来才搬进这个 港湖区的这个选民 那另外就是说女性在从政 他有他的一个 比较相对柔和的特质啊 那你就发现像高嘉瑜 这个所谓的去跑滑唱歌 这样的一个风气 或者说他的风格 居然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政治的一个 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形象 那我觉得女性参政 没有什么不好 那只是说像碗碗玉 其实他参选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 这个叫不舍 就是说因为他用不分区域去参选 他有他的一个使命或什么的 但当他选区域的时候 他会面临到那种所谓的 很残忍的政治现实 尤其他是小党 那到时候他跟无心带 就只是就是 基本上拿不到太多 拿不到太多的选票啦 那如果今天 当然如果他今天只是为了冲 这个 时代力量的政党票 我觉得我其实我是认为 他不如放在部分区里面 效益会比这个 这个放在区域更好啦 当然也许 时代力量里面内部 也有一些策略的考量 但我们就尊重 但未来不管是这个 游淑慧也好 李燕秀也罢 那这个民进党高嘉瑜现任的 那这个民众党 甚至搞不好民众党 黄珊珊搞不好 这个也有 也有这个策略 要去这个怎么样的一个谈 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动作 我觉得都可以这个继续观察 因为像这次那个陈又诚 陈又诚他选上议员之后 他的这次过年发的春联 是跟黄珊珊联名的 所以也就是他发春联的区域 一定就是港湖区嘛 那都还是有黄珊珊 因为他跟黄珊珊 渊源也很深 没有错啦 但是我说就是黄珊珊 在这一块 你要说他就从此 离开港湖也不一定 所以我说这个都还有得看 那只是说这一场选举 对于各个政党 他们当然都有 不可以输的压力 对国民党来说 就是要把港湖给 这个拿回来 对高嘉瑜来说 这是他人生政治 我讲这绝对是他政治生命 能否延续的关键战役 因为如果他输了这一议 他可能这个 就要从这个民进党的政坛 登出一段时间 因为得要等到2026选议员 他才有机会 他要不要回来全去选议员 因为我相信党内 不会有人给他任何位置 所以这个对高嘉瑜 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 那更何况是这个 其他小党也都有 他们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就继续观察 但女力这个在港湖 这当然也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巧合 那当然也要感谢蔡振元委员 在第八届 他这个急流勇退 让给李燕秀直接参选 所以你看蔡委员他过去 讲了很多次 他说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我做够了 就交棒 那是不是就是国民党里面 也有人 这些所谓的前辈也好 或是 有一些这个比较有资历的 也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我觉得对一个政党来讲 换血也好 或是说 其实你说像许晓鑫这次挑战 废洪泰 也让某种程度 也让废洪泰委员 变得更有活力 其实两边都变成 就是说对国民党 整体战略也都是加分的 那只是说你对内是竞争 不要变成斗争就好 这个才是我相信 多数蓝营的支持者 会期待看到 他们绝对不希望看到 最后是刀刀剑骨 然后呢最后彼此呢 然后呢互相攻击 即便今天A赢了 然后呢B就在那边扯后队 这绝对是蓝营之者 不想要看到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 这些年轻人要出头 还有一个很重要关键是 游戏规则啊 你游戏规则 你要知道像这个 这个洪威杰 他就回顾到他 2020年 2019年啦 他挑战废洪泰初选的那一次 他说 全部 国民党的初选 只有两个选区有 党员投票 那两个党员投票 就是赖世保跟废洪泰的选区 所以 这个对 绝对对新人不利啦 因为这个 这个经营党员 这个像小牛他们都很清楚 就经营党员现任的 绝对有优势 所以我说 呃这个这个 游戏规则怎么定 对未来这个初选的结果 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 嗯没错 而且那也文了一件事情 就是 当然刚刚讲到许晓星的出来 也促使了废洪泰委员 好好去思考 赶快 先加强启动 他跑这个地方的这个次数 以及时间点 所以那天听到呢 据说他私底下有讲到说 这个许晓星也让他 这个月已经开始 在跑地方 跑基层了 已经提前开始了 那当然 他也强调说 他并不想要做这个网内互打 我相信在国民党这些 呃不管是这个 轻壮派他们 也同样不想要网内互打 但他们就是想要这个 游戏规则先拟定 那并且可以让大家公平竞争 这才是对党 能够发挥到极大值的一个做法 那等一下我在这个 我们现在聊一聊的 就是还包含高嘉瑜 最近可能也危机意识有啦 我先问一下雨萱好不好 这个因为高嘉瑜 他有提到说 蓝营的荒谬的大风吹 难怪新生代要喊出世代交替 就他举的例子是71岁的林明珍 当完县长马上要转战立委 那当然这个高嘉瑜出来 躺这个浑水 或者出来来这边突然发言 有很多他的考量啦 其中也包含 因为他跟赖清德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作为赖清德当选党回之后 担任党回之后的第一站 第一个选战 他势必一定要帮他来先打打林明珍 这是可以理解的吗 对所以我 可是我先讲喔 高嘉瑜自己先前到来被人家讨论 说你这样党籍不知道保得住 一堆人都在逼宫说啊 叫来直接开除他 所以我在想他这时候去涉入这个话题 我建议他干脆如果真的被退党 加入国民党之后再来讨论 其实大家这个公信力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你现在高嘉瑜以他的立场去评断说 国民党大风吹 我就直接讲一句坦白话就好了 网路上有一张照片啦 原本呢这个中间呢是这个 这个陈建仁 然后也有赖清德 也有苏贞昌 结果隔了三年之后 2019年到2020年之后呢 三个人位置换了 然后大风吹 这不还是这不才是真正的大风吹吗 对不对 原本一个副总统 然后变行政院长 一个行政院长又变副总统 再换来换去 就最后你搬我 然后呢三个人呢捶捶捞椅 这像话吗 这个才是大家所谓诟病的嘛 因为你现在 以你在台北的角色跟观点 因为毕竟高嘉瑜经营的是港部区域 你去评断南投县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你不需要知道南投县 它有它自己的组织 庄角跟地方性的脉络 它相较于空战来讲 它的地方的渊源性是非常深的 而且过去许淑华跟林明珍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不是属外界所想所谓的竞争对手 基本上在所谓的政策执行上 不管是 縣政府 它所需要的要求的中央预算 双边对于地方的发展 基本上都是全力配合 提醒我们聊天室 大家就是 不同想法没有问题 不过理性发言 尊重彼此 以及尊重我们来宾的论点 来宇萱你刚刚说 这个南投跟大家想像中 也就是跟高嘉宇想像中 真的不一样 对因为 比如说我讲过去 我也速度去过南投县政府 那基本上 许淑华走南投县政府 那时候他还是个立委 那时候走南投县政府 基本上跟走赵咖一样 就他有事情 有什么需要沟通 有什么需要帮忙 有什么需要协助 他跟林明珍基本上都是议题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你在地方执政 中央的分配款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的援助 基本上很多大型的建设都是一半一半 就地方出钱一半 中央出钱一半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角色跟合作 长期以来的关系 是维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许淑华原本要出来 林明珍他也是 頂全力支持他去参选这件事情 就在那个 包括他们在讨论相关的事情 那时候其实我人也在 所以说他们两个的沟通跟顺畅 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你回过头来 今天林明珍 一定要下台的情况之下 有许说接棒上台 但是就中央立委空缺的角色 谁最理解 谁最懂 当然以他们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所谓的前县长 因为前县长 不管是在地方上的基础 跟庄角跟票源 再来就是说 对于整个政策 跟所谓的县政府需要的资金 跟来源跟未来建设的项目 在立法院 他最能够发挥到他的作用跟项目 而且讲白了 今天这个是补选 还不是说重新要再一起四年的任期 你在这个时间点 这么短的状况之下 能够顺利接手的有谁 当然我觉得林明珍作为一个人选 这叫无可厚非 那你回过来 你讲说高嘉瑜也好 他谈到说民进党 以民进党的角度去评判说 国民党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大风吹 难道没有势在焦地 不好意思那你去看行政院 你去看这个总统府 那个叫什么 那叫巴风吹不动 人家至少风吹吹 人还会滚来滚去 转来转去 换来换去 民进党的所有官员到目前为止 诶 大败的是谁 大败的是民进党 说要检讨是谁 是民进党 内阁高龄 平均将近65岁是谁 是民进党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我觉得高嘉瑜必须要先去反思说 自己党内目前的状况跟问题是什么 你今天不能说我自家 后院一群65岁的老人 然后站着位置不放 然后跑去别人家说 不好意思 你让那个年轻人开车好不好 你不要总是老人家站着那个位置 这说不过去嘛 这个外面人家看 怎么讲都说不过去嘛 那你说高嘉瑜为什么会这样做 讲白了 他自己党内难道他讲得了 开得了口吗 他今天面对国民党 去呛王文辉 去呛这个 呛这个 林明珍 包括台北市副市长这些问题 但是他有办法去指责 自己党内目前发生的状况 他开不了口嘛 所以我觉得 高嘉瑜 与其去做出这样的动作 不如先把炮火对着党内 或者说你也可以去讲 高嘉瑜或许也是借着去 点名国民党 现在这个问题 一方面 当然是帮赖清德 对南投的选举 做出一个表态 因为南投基本上你要赢也很困难 但是相关的态度 不知道赖清德以及赖系人 必须要做出来 表态之余 同时这个论述 是不是也会回过到 最后也会回到民进党本身 对民进党本身 现在老太隆中的问题 会不会高嘉瑜也借着纸商 其实是在骂回来 我觉得其实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当然在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要来欢迎一下人也在现场的 我们的小牛议员 因为今天罗志强po了这篇脸书 那他也恭喜你回到国民党 同样也力挺你啦 说他参选这个桃园市第一选区 也就是龟山炉竹区的立委 那当然我知道你还要再想一想说 元宵节过后可能会给你的选民 以及给我们的共同投民一些交代 不过当然还是问一下就是 真的如果啦 我们讲如果就好 如果挑战这个桃园市的第一选区的话 过去你的这个经营 以及你的观察呢 鄭云鹏这一次是不是真的会 挖泪蛋啦 我从来不会设定对手啦 就是说因为选举这种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选举机会 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那既然有意要参选 不管是选什么样的职位 都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准备好的人 所以对手是谁 就是不是他在地方上 都还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但我们当然就设定 假想提设定最强的 那关键还是在 我们自身的准备做好了没 因为我们自己在地方 我对我的选区的使命感强过他 这是我百分之百确定的 因为这个毕竟我在这里出生长大 那他是因为政治的任务 当初对民进党来说 这个桃园一选区是很艰困的选区 所以他16年的时候 这个无人出战的状况之下 他空降 然后他顺利过关 这个选区的心态非常开放 但是我相信住在这边选区的人 也还是会希望这边要有像样的进展 在郑文山市长执政的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 我觉得这边的建设进度跟 这边对于台湾经济的贡献是 呈现巨大的落差 龟山跟炉竹都是 桃园非常重要的生产聚落 然后也住了非常非常多的上班族 大家认真缴税 但生活品质的改变是相对有限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了解地方 而且对选区有强烈认同感的人出来 为名喉舌 恐怕这样子不公平的待遇会继续下去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非常积极 在就是虽然我们最近上节目的频率稍微增加 但其实我增加了更多的时间 我是在地方做积极的情谊拜访 我想一样嘛老样子 就是说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 其实我本来没有打算说非常高调的进行这件事 因为准备这种事我也不希望被对方察觉 但其实关心人很多 然后那鼓励我的也很多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不管在这个重大的政治决策上 总要有一些时间 然后有一些理由嘛 要跟大家来做说明 所以这件事情 大概会发生在接下来两个礼拜 我们挑一个好的时间 把来龙去脉跟大家一并交代 遭受的攻击已经开始了吗 只是一定有 包括我们在地方走动的时候 都会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声音 包括党籍的问题是不是代指等等 那我觉得我希望 我是相对年轻的政治工作者 我希望改变一下大家对政治的一些观察 因为我自己这几年的历练 还有包含我是我的 我大概是属于太阳花这个世代 就从那个运动开始到现在 刚好接近十年的时间 那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然后我们这个世代看待政治的 期待跟要求是什么 想法是什么 其实会有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 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的是 直率坦诚的政治 那我现在正在实践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所以包含我的政治决策 我为什么这样想 我打算怎么做 我都会清清楚楚给大家交代 我觉得这是最能够说服选民 争取认同的方式 旁边的阳明哥刚好前一天 好像我们也有这个问到你这一题 那你也讲到说 如果今天真的是牛群庭出来的话 然后对战郑运棚 你认为这个挑战成功的可能性蛮大的 现在谁去打郑运棚的 关键是在于说年轻选票的流向 对 因为不要忘记了 这个2022跟2024最大的差异 就是投票率 桃园在这一次选举 我如果没记错是5成8 对就是桃园的投票率非常低 很低了 可是到了总统大选会提高 至少大概6到7个百分点 至少 至少会到6成5以上 6成多 对那如果这个6成多的这个 就是说提高的这些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族群 如果你国民党还是派 比如说陈庚德 这种选举的这种选将的话 肯定郑运棚赢 肯定郑运棚赢 为什么 就是靠那67% 他们投不下国民党的 而且如果第三势力 又在里面参与的话 那就是说郑运棚就是躺着选 因为他就是靠年轻人 他的这个从2016年选立委以来 他一直他的定位就是很清楚 他要吸收年轻人的选票 所以我说小牛他有个优势 就是说至少我是年轻人 你郑运棚相对于牛许婷是老人 而且牛许婷在这个 跟年轻人的互动这个部分 又是给人家一种就是比较诚恳 总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动漫 就是只能玩这种比较虚滑虚幻的 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真正年轻人 才会懂得年轻人的困境 尤其是像要到国会的话 跟地方的这个议题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开始检验 比如说郑运棚在社会住宅做了什么 比如说在年轻人的这个政策做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这种这种这个 就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选举的竞争 所以我说牛许婷相对来讲 对国民党来讲 是一股比较加分的力量 可是如果国民党不懂得用的话 那也就是浪费人才 所以既然他决定要加入 我们就祝福嘛 那但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个 相关的机制也还没出来 我们就是看 后续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产生这个人选 有需要帮我们补充一下吗 对我在想说 桃园其实基本上近年 你坦白讲过去最大问题是什么 真的是派不出人来 你说包括说市长来讲也好 确实是 这就是代表什么 新旧交接真的确实出现一个问题 那你说你从现在要开始 真的认真培养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政治人物 你不能只从议员着手 因为桃园市的议员不比双北市 双北市至少他在曝光率 跟所谓的全国知名住宅来讲 他会比较容易争取到光芒 你光桃园到台北你跑这一趟 像这个小林医员来这边录影 他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就比别人高许多 所以我说在这种前提之下 国民党必须要思考的 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而是说放眼未来 桃园市必须要有能够接棒的 不管是立委也好 甚至是培养种子权未来的市长 接班人嘛 才不会说最后每次要临时抱佛脚 又在思考说从哪里空降 从哪里来 然后去问这些老将每一个都我不要 你推我我推你东推东推西压 不然就是已经选过了 然后又卸任了又再选了 接着来来回回这样子 大家希望看到的绝对是新人 新西乡跟新面孔 因为这一次2022年之所以能够大胜 最重要的是民进党对于 所谓的年轻选票的流失 所以你从这个节骨点去思考 过去这些人拿不到年轻选票 未来即便民进党丢了 但他不是丢了就算了 丢了你国民党要赶快把它捡起来 那什么样的人选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捡起来 我相信对就小牛议员来讲 或许是一个新生代来讲 适合的人选 更是国民党 不管像是小牛议员或者说 类似这样的人才 就全台会各县市各地 都应该要尽心尽力去 好好给他们舞台去发挥跟发展 这才是真正叫做什么 真正的世代交替 这才是这四个字的真谛 没错那当然我们也拉回来讲 如果真的 这个先不要讲对手是谁 好了 郑立鹏本身在这一次选举 因为他才刚面临完这个桃源市长选举 然后选输了 那在紧接着马上来到了立委 他要争取连任上面 题目是一样的 小牛议员命题都是一样的 林志坚的阴影 你看到现在开始还在烧 那接下来难道不会继续烧吗 还是会啊 包含他当时是如何大力挺 甚至好像他写的论文一样 那还有中国棚的阴影难道这些都不会再重新出现吗 肯定是会的 尤其在立委选战里面 可能大家讨论的范畴又更细 然后呢 还有你对在地里面 你刚刚也讲到耕耘势必是不太够的 这都会备受检验不是吗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从林志坚事件开始讲的话 就是说政治非常重要 我想讲新的年轻人中间选民 对于政治的一些观察 跟他们的一些取向来讲 大家最堵烂的一件事情就是 政治上就是不能硬拗嘛 你不对的事情你道歉嘛 然后你改进 你负起一定的责任 其实大家都愿意讲说 大家这个难免犯错 你愿意有这样子的勇气 有这样的承担 大家也就算了 你看我们的郑文山市长不就很柔软吗 对不对 他不是也学位也被撤销了吗 可是他没有硬拗 他没有硬拗之后 他好显他没有硬拗 他如果当初又硬拗 又搞3.7 今天升官也轮不到他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硬拗 然后协助硬拗的人 我觉得那对他们的个人形象 跟公信力 那都会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但我们马上如果要面临 这一场选举的时候 我也不 我不会花太多时间 去跟他讨论这些事 因为我希望就是说 以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场选战 就是说他这些事情都已经是 都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大家心里都有数 那我们要更积极的去想说 我们怎么做可以更好 我觉得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 其实是这样的人 不管是杨明哥也好 雨萱也好 他们都非常 这个都非常非常 对我非常多的祝福 那我们就要好好努力 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东西 自己要维持好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你现在自己看 郑立鹏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软肋 我其实没有觉得他很弱 或什么 很多人讲说他在市场没有当选 所以政治上可能是拉衰 还是怎么样 可是我个人不会这么看 因为怎么样来讲他 这个在竞选市长的过程中 这郑文燦市长带着他 郑文燦市长是很会跑行程的 然后组织很绵密的 他没有跑的地方现在跑过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候选人 作为资源的主体 以前不认识的募款的管道 现在也都打通了 第三个是这个绿营选民的同情效应 上一次大家对他觉得 可能说不是很信赖 潜绿也跑掉了 中间选民并不是特别的祝福 可是在他某一些层面 他是为他的政党在承担 所以你觉得会有些补偿效应 民进党的选民是会 是会有同情效应 所以我觉得他比起2020年 我个人的对他的判断 他可能是转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区 其实并没有如同大家讲说 他就是要把他承认追击 或怎么样 这样想就太大意了 就我们料底还是从宽 就是我们认定他转强 所以我来讲 虽然他背了中国鹏的标签 虽然他在 这个小自战的抄袭事件 里面他是硬拗的帮凶 这些事情都确定 大家心里也都有数 但是只想靠这样你就要赢他 我觉得你是把选举跟选民 看得太简单 所以除了这些事情以外 我们要讲我们怎么做 可以让选民可以更支持我们 我觉得这才是 蛮重要的一个课题 当然在时事议题上面 你也知道这个郑运鹏 他身为在立法院里面的 民营党团的干事长 所以他很常会有很多 不同的发言 那也很多次的 就是他有一个天然的媒体版面 只要他代替党团来发言的时候 就有很多都会引用 那新闻标题都会出现郑运鹏 所以你查郑运鹏的时候 其实新闻量是相当大的 而不过你最近去查 应该最新的就是他谈 经久疏中解禁的这件事情 再度的满满意识心态 他讲说那陈福海陈玉珍 你们有没有接受 两岸统一的前提呢 他甚至提到说 有些政治人物 配合了大陆的政治宣传 拿来做自己的人情 不过当然网路上面 大家开始负面声量 又开始暴增了 就是说 哇你中国棚 你好意思来说这整套言论 那当然这个部分 还是要来问一下小南议员 因为在地选区的观察 你最了解 请问你的这个选区里面 也就是我们的桃园市的第一选区 龟山炉竹 意识形态跟抗中保台 如果他还真的要跟着民进党 在2023来就是2024的一开始 都要持续沿用的话 在你们选区 到底吃不吃这一套 我觉得相对吃的比例不是很高 因为我讲我们桃园一选区 刚刚是讲是生产的产业重镇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人是年轻的上班族 那年轻的上班族 更关心的其实是民生经济的议题 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你如果像比如说政治中心台北 那可能这样子的题目 他对于选战的走向跟影响 那是比重是比较高的 可是像桃园这样的产业城市 其实大家关心的是你的生活品质 有没有有效提升 那我觉得民进党执政最糟糕的地方 就是你永远以为你抓住了 意识形态这张王牌 你的选举就可以无往不利 所以你可以理所当然的把所有人民的 国际经济民生的需求丢在一边 只要到了选举的调子吹起来的时候 就拿这张牌来搞情绪勒索 我认为是完全瞧不起选民的生活 也瞧不起选民的判断 我很讨厌这种非常傲慢的一种心态 曾经也是那个努力想要在大陆 找寻机会的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 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这没有什么不对 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活 淘一口饭吃有什么错的 不管你的身份是谁 可是他明明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理应能够同理这些 现在在两岸的做生意 因为政治环境的不友善 而受到打压的人 他应该要能够感同身受 结果他现在基于政党 显然是高过人民的利益 所以他只好是做护卫队 然后又在那边扯 意识形态什么两岸统一的前提 两岸统一那个从来都是 中国共产党的某一些层面 他的一厢情愿他也不演了 可是他的前提他的情愿 事实上有没有对现在 我们眼下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没有嘛 这本来就是一个争议的状态 是一个谈判的状态 是一个进进退退的状态 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 不管是做生意的也好 相关产业链的从业人员也好 那就是他下一餐饭 他下一份工作 保不保得住的问题 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 如果民进党败选 这一次他的败选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基层庶民 那些为了生活 再努力奔波的人 看不到政府的帮忙而流失 如果你们经过这样 你还不知反省 你还觉得把他们当笨蛋 然后玩意识形态 就可以过关的话 那我们就看2024选举 结果会怎么样 我想要利用最后一点时间 也许这个题目 可能只有在地桃园人知道 但这个新闻 你可能过去有看过 我杨明哥的脸书 有特别提到 关于废土的桃园 这阵子的一个新闻 你还记得2021年的10月12号 在桃园的龟山万寿路 有一个这个 废土厂 堆土厂里面的土石突然坍塌 导致了一个计刃车司机 连人带车活埋且不幸身亡 不过桃园议员你可以帮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件事情还有后续 这件事情当初那个沙市场会撤照处分 是因为我们在会总直询的时候 花了40分钟 直接要求郑文燦当场表态 龟山的四个议员里面 只有我敢碰这样子的题目 因为这种公害毒瘤 危害乡土已经非常严重 然后还闹出人命 所以我们当然在地方 异市场质询这个题目最热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他直接表态 一个月之内要撤照查办 那后来撤照 可是撤照之后就发现 这些无良厂商真的是胆大包天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什么 到了选举年的时候 你看大部分的警力跑去围安 或怎么样 就比较多的漏洞的时候 把这些无良厂商偷偷摸摸倒废土 就放在旁边的私人土地上 所以他现在旁边私人土地的土 废土堆堆到多高 然后现在我们都在想办法去做清云 那时候我们连任完第一个工作 就是第一场会刊就是去那个地方 看现场然后会集 新的市府的一些单位去研商 后面要怎么做处理 那当然要调相关的警政的监视器 去看是谁偷盗的 然后要这个 这个巡车追人 把这个偷盗的废土的元凶 把他抓出来 那当然这周边的土地 我们当初在执行的时候 就要求要全面富裕 所以要往这个方向持续的来努力 这是旧市府 留给新市府的一个烂摊子 还有很多努力的关卡要突破 更多的这个案件内容 你可以上杨明哥的脸书来看看 也可以跟小妞议员再多去请教一下 但是请大家多帮我们补课 拜拜 拜拜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到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底 这是什么东西 行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